WIT的死亡邊境2教學之 進階畫面條量 室外破物 WIT要分享畫面條量還能破物的設定 下方說明會放時間點清單 請多多利用 影片分 畫面條量 破物設定 不只室外破物還看更遠 抽獎 畫面條量 中文化加畫面變量加打不死的小強殭屍分享影片中的畫面變量設定 依照影片中設定完成 遊戲畫面從預設黑摸摸瞬間變量不少 畫面變量設定已經改善黑暗看不清楚的問題 但在室外會有濃霧擋住部分視野 待在室外猶如在仙境 破物設定 只要把之前畫面變量設定的環境光遮蔽與延遲渲染的打勾取消 室外的霧就會消失 畫面變得非常清晰 是目前WIT畫面常駐設定 破物設定的缺點是可視範圍不大 不只室外破物還看更遠 只要把破物設定的光照打勾取消 室外的畫面就能看更遠 WIT打達爾伯或哈佛布魯克醫院的OA有時會把光照打勾取消 用新人物鏈等打OA能看更遠搶到更多殭屍賺更多經驗 光照打勾取消的缺點是遊戲顏色會變得很簡陋很單調 感覺像是美術還沒做好的遊戲 抽獎 WIT要來抽遊戲點數100點囉 抽獎三步驟 1. 訂閱WIT的YouTube頻道 YouTube帳號需要關閉將訂閱容一律色違四人狀態開關 電腦版關閉將訂閱容一律色違四人狀態開關 手機版關閉將訂閱容一律色違四人狀態開關 2. 對影片按讚 我喜歡 3. 在影片下方留下關鍵字DF2加死亡邊境2玩家人物名稱 玩家人物名稱是領獎用 務必填寫正確 WIT會在影片發布後14天 寒假日抽出一名中獎玩家 WIT抽獎用網頁連結會放在下方說明 中獎玩家會公布在影片說明與WIT的DC 領獎期限開獎日加14天 寒假日中獎玩家請用DC聯繫WIT 進階畫面條亮 室外破誤影片到這邊告一段落 還沒有訂閱WIT YouTube頻道的請協助訂閱WIT感謝您 有什麼想說的 想問的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如果喜歡WIT的影片請協助和我喜歡加分享 想先看到WIT的新影片可以開啟小鈴鐺通知 我是WIT 下次影片見 掰掰 掰掰 感谢观看